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曹操关渡之战时 让曹操没有后顾之忧 更为曹操推荐了国家陈群等谋士 为曹操成就霸业 奠定了基础 三 陈公 陈公曾对曹操有救命之恩 在他辅佐吕布时 助悉打败过曹操 袁树 可惜吕布死人刚愎自用 不能成大使 后陈公一意求死 曹操还为此流下了眼泪 四 司马懿 司马懿自仲达河南交作人 他足智多谋 曾任曹魏大将军 大都督 多次征战立下功劳 最终在隐忍数十年后 一举兵变夺下曹魏基业 建立靖朝 五 贾许 贾许自温和 甘肃五威梁州人 原为董卓部下 曾献祭李绝 郭四反攻长安 后曾两次辅佐张秀打败曹操 张秀能保全 不被曹操杀死 也全靠他的计谋 上世纪八十年代 邯郸一户农民家的猪圈里 总是传来异响 突然有一天 猪圈里莫名多出数个数米深的大洞 洞里还散乱堆着一千六百多个小桃涌 这是怎么回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视频 在下方菜单栏精彩回顾中即可观看